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笔记本电脑在K歌房继续打 你真是说给老板听的 不相信 其实大陆的KTV跟台湾的KTV玩法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今天就带着观众到大陆去K歌 现场来宾请到大叔跟小哥的组合 我要介绍这两位 因为今天叫做两岸组合 年纪不一样 但是希望可以透过两个不一样的观点 来告诉大家大陆K歌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我们先介绍大叔好了 这是事业经营还算很成功的台商 毛冠宁 毛先生 嗨 你好 还有另外一位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 洪新成 晓红 大家好 两个人年纪比较不同 但是同样都喜欢唱歌 尤其是两岸常常讲说K歌 两岸K歌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毛先生 其实在还没去大陆之前 台湾的唱歌大概就是 纯粹的去表现那种个人的唱歌的这种音质 但到大陆上去以后跟当地的朋友刚开始还是礼商往来 还是保有一定的一个礼貌 到中场的时候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兴奋起来了 兴奋起来以后唱歌的方式我觉得好像都在宣泄情绪比较多 宣泄情绪 因为赶快喝酒喝到一定状态就是宣泄情绪 但是所以都没有那种搁置好不好的问题 所以毛先生讲的是比较那种交际应酬式的KTV 夜总会式的KTV的特色 我还没讲完 就是到最后会场面好像有点不可控制的感觉 不可以讲情色KTV 我们是普及的节目 甚至于就算控制不了 有些朋友会那种情绪压运的人拿杯子就不开始 会有会有一些不当的举动 过激的动作 就气氛不一样 小红雷年轻人的代表 你觉得在两岸唱KTV有什么不一样 先简单告诉大家 我们待会再细细聊 好 就是两岸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大陆跟台湾 大陆的话 因为他有不同省份很多 然后就会不同省份有自己的歌曲 然后你可能来自那个地方 譬如说来自陕西的人 他就会唱 他就会唱他们的歌 然后福建的人会唱很多 像台语歌 这种就会有一个地区的差异 那你在不同地方的KTV 体会到可能就不一样 那另外我觉得就是两岸各有一些没有的文化 像台湾有车载KTV 就是游览车上的KTV 大陆人完全觉得 就对 好像都没有这回事 然后就是 然后另外大陆KTV有一些像服务 像买段 就是我们去购物 就是买吃的 然后你就可以抵那个 包厢费 这个台湾好像好像没有这样 就量饭式的KTV 对对对 但是他是用你 你购物 然后来抵那个房费这样 然后加上大陆有一些是用团购 很流行团购 大陆好像很多都会有一个团购 点评网 美团 跟美团网 都有 K哥也能团购 对 就买比较便宜 可以看电影 一切一切都可以团购 就是我买餐券的概念就对了 大概有两则 那种很便宜 住宿都是靠那个美团网 去团购 所以你唱歌的时候 事实上是可以 买期票团购 什么都团购 那大陆有很多 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是一种 就是你买购物 然后就可以 然后另外就是平均按小时的话 就不会算人头 就是按包房 所以通常比较便宜 我唱过最便宜的是一个人几块钱 在全州 对 就是一下午 一个人只要六块七块元币 你几个人去啊 人越多当然会越便宜 不过他也有限制包厢的人数 对 但是真的非常的便宜 那你酒水要在那边卖吗 对 除非你 对对 就KTV都会静待外食 但是说不定有办法 头晕进去 我听说 全州这个差距太大了 如果说对比北京呢 北京 北京像 我就是前不久刚好 也是有两岸的学生 在北京一起唱 我们那个晚上三四个小时 然后四百块人民币 十个人 对 十个人分四百 是一个人分四百 没有 一个人四十 一个人四十 一个人四十块很便宜 你要点酒水吧 对 你要点吃的吧 我们点的吃的不是很够这样 加下来大概一千块人民币吧 或许 对 如果是像就是毛前辈这种应酬的场合可能就会很比较贵 我们有唱过 我们有唱过比较青春团的 青春团是青春团 因为我们的公司的小年轻有时候他们要去呢 要我们就我们去就是付钱嘛 那他们小时候去比如说好乐迪啊 好乐迪或钱贵 因为好乐迪现在算是比较便宜的 相对比较便宜的这样子 所以说 对 也是有大概五百块左右吧 五百块人民币 日本时段大概五百块 大概四百五百块左右 在台湾的KTV 我们多半唱的都是流行歌曲 可是在大陆除了流行歌曲之外 还有别的选项 据说有一些什么素人创作自创的歌 就有一些我想象不到的歌 神曲嘛 除了神曲之外 有啊有啊有很多这种歌 像特别是其实大陆有一些 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还会有固定的曲目 像第一首我们会点开赏的 就是吼叫的死了都要爱啊 什么黎歌啊 什么one night in Beijing啊 就会有这种开赏歌 然后之后就会慢慢进入状况 因为现在像大陆也有很多APP 就是你用手机就可以录歌 那包括你可以上传到网路上 优酷啊 甚至像YouTube 然后你在网路上一旦夯起来 就是数百万人点击 就会有媒体报道啊 就会有人看中你啊 就会把你就是会有这样 所以才会在KTV上面 有这些很特别的歌曲 先介绍大家听一听 我觉得这连歌名都很吸引人 叫做我的滑板鞋 其实在大陆应酬有时候也要唱台语歌 毛先生是不是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 有 我曾经在险竹吧 在延级那个地方 超险竹 对 然后到那边去 因为要接一个案子 然后被当地朋友邀请去当主婚人 然后主婚人 然后我看到他们主婚人 主婚人好热闹啊 而且他们里面的饭菜都比照那种韩国险竹那种出赛方式 对 然后晚上就去唱歌 他说包厢真的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他特别点一个 还有我点一曲这个 你们台湾人最上的这个爱比较嫌 对 然后你还唱给我们听 他觉得说这好像是一种乐趣 就好像这个 而且可以拉近鼻涕的距离 对对对 对我觉得好像是 我到大陆去发现说大陆的朋友 他也喜欢唱一些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 比如说像像我有 对 东北的朋友 他会想想去想去学这个家后 对 这这首歌 对 可是东北人不会说台语 他难道用国语唱吗 他用拼音 他用汉语拼音把他学会 小红你同学也会这样 有啊 但但年轻人的话 可能像江慧这种属于很很前辈 他们很喜欢 像我爸就很喜欢这种 那你们唱姐姐吗 但是 不会 但是大陆的年轻人非常喜欢五月天的台语歌 会不会各地不同地方的人 其实他们喜欢唱的歌都不一样 有一份统计 他是拿一个大数据来分析的 讲讲说每个地方的人喜欢唱的不一样 比方说北京人 他们特别喜欢疗愈歌曲 疗愈歌 对 也就是说像那个情歌类的 对 疗伤歌后之类的 然后湖南人 湖南人喜欢唱男女对唱 男女对唱 对 小红你自己呢 你自己看你的同学是不是有这些现象 我的同学是 但是我的体会是没有没有像这上面 列的那么清楚 那么明显 因为他说山东人喜欢唱军歌 对 但这里应该可以理解 山东人 对 我可以理解 然后像那个西藏跟那边的人 他们喜欢飙高 对啊 因为他们本来就内衣 上高原 对 其实刚刚刚讲的 不单单是就是大陆人会会喜欢唱台湾的歌曲 台湾人去那边 有时候为了这个交际的时候 或是想想融进当地的文化 甚至会唱一些社会主义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甚至是亲爱的祖国之类的 大家唱歌不就是为了要套近乎普 感情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知道彼此到底喜欢什么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大陆唱KTV 大家不要看好像都一样 其实在消费习惯 还有KTV的文化上面是有所差异的 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来告诉大家各地的特色 有时候其实去KTV不一定要唱歌了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喜欢放点安定的音乐 可以聊聊天 但是呢 我像我本人是特别喜欢玩游戏的 各种游戏都可以玩 你的定义是游戏卡吗 对我觉得美国的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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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一样 我12年以前我是不用酒精 我都特别嗨 是吗 我朋友说我特别省酒 就是我不用酒精 我都是夜最活跃气氛那个 听说你是实力唱将那种 对 我们有一次在那边玩甩中 一般你知道大家玩游戏啊 就是玩得很嗨的时候 根本不会管唱歌的人 你唱你的就是了 我就属于是 我和我熟的朋友在一起 就会玩得特别开心 但是如果不熟的话 我觉得全场都可以做成不熟 这真的很不一样 在大陆K歌不单单只是唱歌而已 玩游戏 看电影 甚至是相亲 有人热场 这个捧场 也有游戏王 也有美食王 毛先生你遇到 你觉得特别奇怪的 KTV的文化是什么 KTV的文化就是 因为他们现在流行就是群组嘛 什么群 大家可能都不认识 大家会约在 比如说好乐迪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那种面积都很大 所以它有不同的角落 然后不同的座位区 但是同属在一个房间里面 一个包厢里面 一个包厢里面有不同的 大家各自在玩不同的 各自玩各自的游戏 各自玩各自的这种 比如说骰钟啦 拆数字啦 划拳啦 或是在那边教女朋友 每个人的目的都 有相亲的嘛 你看也有啊 就是你要讲正常的 你不可以讲情色的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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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上次有被找去嘛 我和另外一个台湾去的律师 被找去 可能现在我会觉得 他们玩得太嗨了 太嗨了 就觉得那种频率好像对不上 后来我们就走了 这样子 因为嗨到你会觉得 因为到最后他们太开心 就说抽烟就抽烟 唱歌唱歌 哇 那个场面 热闹到不行这样 比较躁 是不是 虽然比较躁 比较躁 小红 你这刚刚讲的 这是大叔版的 是不是这样 TV裡面的玩法是这样 我遇到的 我遇到的 那个青年版学生版的 你在KTD裡面 纯唱歌吗 但是我觉得对 这也是台湾跟大陆 一个比较比较大差异 就是在大陆确实 你会发现那个生态系统 是多样的 很好玩 就是固定有几个人 一定是麦霸 你很难跟他抢歌 麦霸就是一直霸着麦克风 不放的那个人 通常我去过最多的是 一个房间有三只麦 然后就已经够了 因为通常你会十个人以上去 那可是大家都会抱着 不同的心态跟目的去KTV 有的人是为了 就像刚刚讲的玩骰子 然后会 甚至福建一带有人可能会划拳 划拳会 对 划拳喝酒 那有的人就是去玩桌游的 去KTV裡面玩桌游 对 有 有 有的很多 像是 我知道像江苏人 他们在KTV 甚至会玩那种灌蛋 是他们的一种 一种纸牌游戏 像扑克牌那样子的东西吗 是一种什么八十分 跟什么的结合 对 有很多同学都非常喜欢玩 江苏人 对 等于醉翁之一不在酒 那个大陆的KTV 好像他的娱乐性特别强 不是像台湾这样就单纯就是唱歌 吃饭 大家交友 他还有其他的玩乐性质 就是大家都可以找到他 就是事得其所 然后互不互不干预 看KTV 看那个MTV 看电影 对也可以 对 我曾经在北京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 就是他们是在一个公司里头的白领 然后他们就约到礼拜六的晚上一起约到KTV里头 其实是去看电影 那还有的是看这个选秀节目 但而且看选秀节目之后 因为避免大家分心 一定要把大家的那个手机都收集起来 放到冰桶里头 盖上盖子 然后让大家很安心的看完这个电影 或看完这个选秀节目 就是什么什么歌手之类的 那去电影院看就好了 不一样 或在家里面看选秀节目 干嘛跑KTV呢 可以喝酒 可以喝瓜子 大家坐在同一排的这个沙发上面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吗 小红 对 我也觉得 而且甚至很适合情侣 毛先生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就是特别奇怪的 比如说像我在四川 我在成都的时候 我遇到这种就是一面唱歌 可是下面一面在打麻将的 就他唱完歌回来刚好可以 这跟桌游的概念不一样吗 可以 自摸可以 打麻将我倒是没看过 打麻将的 就是那种桌游猜数字 因为我觉得大陆这方面 因为地大物博人又多 我发觉全世界最好的营销的案例 都可以在大陆上产生 因为你可以在那边 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媒体 在KTV里面有KTV的媒体 各种媒体都有 所以说他的营销手段 是非常非常多样化的 四川人据说 他们在K房里面吃火锅 我觉得这个 我有个问话 怎么可能 东北人特别爱抢麦 这个对吗 小红 你的朋友 东北人真的爱抢麦吗 我认识的应该还好吧 但就是可能他们比较豪放一点 对所以体现出来 可能就跟你比较熟了 就比较就是不会那么客气吧 对 还有说新疆人爱吃果盘 要个水果盘 台湾也有啊 也有啊 水果盘很漂亮哦 水果盘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不过有些数据 我就觉得很一般的 比如说 他说江浙人喜欢豪华大包箱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喜欢 毛先生的生意往来 客户应该感受到 江浙人喜欢豪华大包箱吗 从早期的走到哪边 都是巴洛克风格 豪华精装版 里面都有钢琴 包箱里有钢琴 零楼绸缎 然后香精边这种的 因为到最后 现在比较有点主题性了这样 所以走的比较 什么简约雅皮风啊 或是那种比较 几何图形的 还有这个 你看这个大数据里头说 南京人是玩扑克 就刚刚对对 刚刚那个小洪说了 还有江西人 去唱K房的时候 要把配乐调得很大声 麦克风调得很小声 像我也是 我觉得有些唱不上去 就要开半唱这样 然后那个原唱的声音 就会把我的压过去 压过去 这样就不会 就遮丑遮丑 对 就觉得高音唱不上去 去用这个来辅助 然后对得起自己的面子 也对得起别人的耳朵这样 就是会这样 还有一个 跟台湾很不相同的 据说大陆的点歌系统 特别强大 强大 新歌马上就有了 除了这个之外 你在上海 有没有看到这种 就是说 朋友去那边点了一长串 都是他的歌 然后他有 他这个系统是可以打乱 他这个 麦爸的这种 这种做法 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们都会设置在手机里面 他叫小姐说 前面三十首就好了 三十 前面三十首 那都你唱就得了 那开玩笑 开玩笑 那另外人来以后 就开始插播插播插播这样子 小红你们那边的处理方法 有 有打乱的 一件打乱的 有一件全部打乱 有一件打乱 对 然后也有 也有就是 大家商量一下 对我先 就按插播 对插播 那也有一件打乱 对 还有他多媒体的运用特别强 比方 据说是可以 可以直接 比方有人在唱歌 然后今天比方小红生日的 我就可以写说小红生日快乐 可以可以 他可以在荧幕上面告白 手机就可以 有一些手机 用图压笔在上面写 就可以写出来 对都可以 然后包括你就是虚 然后鼓掌 都可以 这种效果全部可以实现 就是那个表情 你在手机里头表情 他都可以出来 对没错 那还真是挺神奇的 很好用 毛先生 你有没有碰到 明明是你点的歌 但是别人抢去唱了 然后你觉得挺不爽 他会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唱 也有 那因为两支麦 大家就一起唱 可是会不会 你会觉得很不爽 这明明是我想要独唱的 当然有小小的一点歌音 我还好那种场面 就是到最后都是 九过三千年 拆过五位的时候 每个人都到一种状态的时候 就会开心的场合 他那个点歌系统很强大之外 好像评分这件事情 对在那边唱K的人 也是很大的压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像有些 有些KTV他会用一种像比较出名的 有K米点歌 就这个系统 他在手机上也可以用 然后在KTV也可以用 那他就是每一首歌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有一个系统 他就是你在唱的当下 屏幕上就会有一个 分数吗 不是分数 是能量槽 能量槽 他会就是看你多么 就是你有多符合 那个音准 你唱非常准 就会非常的和谐 这样很好看 然后当然点歌会在 就是每一首歌结束之后 完整的播完之后 他就会打在屏幕上 分数 还会说你是什么大哥星 然后还需要努力之类 他会根据你分数的高低 所以有的人 如果就觉得唱得不好 就会赶快插播 就是在那个分数 跳出来之前 直接按掉 很有自信的 就一定要看 对 就是就会这样 最恐怖的是 还要跟别的包厢的 那个唱出来的分数排名 比拼这个就太残酷了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 毛先你自己 评分不在乎 因为你们醉翁之意 不在乎 不是唱歌就打算 我们在那边 顶多给你一个分数 然后给你一个电子的掌声 就这样而已 如果是唱得好的话 就会电子掌声 对 他会给你一个分数 然后掌声 还有那种 有的喷烟火 之类的 朋友也可以 对 朋友也可以唱 现在我知道 就是手机唱歌 也有这个手机唱歌的APP 非常非常的热 那是不是像小红 你们也会先 先在手机里头 先练好歌 然后才去唱 有有有 尤其是女性朋友 就很喜欢用 像那款唱吧 对 他们 因为你那个东西 你可以share到 任何的社交媒体 然后可以有人给你按赞 可以有人share 可以有人follow 欢唱书鸭 自娱也愚人 玩乐也要有正能量 广告回来 网友提问 KTV在两岸都非常受欢迎 据说现在在中国大陆 光是一年的商机 就超过两兆台币 像这种 由台湾带进去的娱乐 现在没想到发展 竟然比台湾还要好 我们的网友问 他说 跟大陆朋友K歌唱什么歌曲 最能套近乎 这个要先请小红来讲好了 我个人反而觉得 像这种题目 我会觉得 比较有趣的是 有些大陆人会唱 那个中华民国颂 是倒过来 但是好像很少有说 可能是因为 我们年轻世代的话 其实两岸年轻人 唱的歌都差不多 因为在大陆年轻人 也是非常流行 唱港台的歌曲 所以感觉没有说 特别一定要唱 什么样的歌曲 可是中华民国颂 我记得在大陆的KTV 都会变成中华民族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 就是大陆人会唱这首歌的话 台湾人一定会觉得很神奇 对对就很好玩 这样 王岸哥呢 我会唱他们的那个国旗歌 我觉得非常好听 国旗歌 振奋人心 因为上次那个 北京奥运的时候 那个小女孩唱那首歌 国旗歌 还有什么老鼠爱大名 咱是东北人 还有那个 那几首飙高音的 小岸哥哥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一定要跟他们在那边 可以显示出 我对中国大陆太了解了 这两年在大陆非常红的 在台湾也非常红的歌 比如说像凤凰传奇的歌 比如说像这个小苹果 这些大家都 神趣 很熟能详 不过我倒是听过一个台湾朋友 唱龚琳娜的那个忐忑 忐忑 对 曾经的神趣 对当他唱完之后 就是全场起的鼓掌 因为大陆朋友都不知道 台湾人能把这首歌唱完 而且还能唱的 不差那个音准 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歌曲 我曾经在那个上海跟朋友 唱K 结果他就突然点了一首歌 叫英特纳逊奈尔 我想说这什么歌 就一定要实现 结果那叫国际歌 对 不过我觉得好像老一辈的台湾人 去北京 去大陆经商的时候 他会学一首歌叫做 莫斯科的夜晚 莫斯科教外的夜晚 这首超好听 我也觉得他很好听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跟 跟大陆的中年以上的朋友 做一个交流 而且这首歌全力比较优美 而且比较慢 很适合唱情歌的那种方式去发挥 对 可以拉近距离 拉近距离 不过当然我也 我也听说过 就像我刚刚讲 就我们有这个同业朋友 为了要拉近跟其他同业的距离 他会唱这个社会主义好 会唱这个 歌唱祖国 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歌唱祖国 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小红你自个儿唱这种歌吗 你们去K方 基本不唱 应该不会吧 我还没听过很小 我们比较嗨的会唱神曲 神曲 年度像忐忑 其实也是曾经的一首 可是我相信你唱的 一定跟他唱的不太一样 一定不一样 对 但是像五月天有一些 调子非常高的歌 大家很喜欢拿来开嗓 开嗓歌 也甚至结尾 像死了都要爱 哇 那真的是 就是你的嗓子会 立刻被飙得非常非常高 有时候就狂喝水 吃那个青梅 对 所以倒不一定 一定要去学社会主义的歌曲 只要抓抓现在两岸 都很红的团体唱的歌 一样可以跟那个大陆的朋友套近乎 我觉得年轻人基本上 没什么区别 因为像这次我们在北京 包括我以前在台湾 大家唱的差不多 差异越来越小 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 没有感觉 也喜欢阿妹 张峰 娜英的歌 这还好 但像五月天周杰伦 这种就 舒打绿 舒打绿 甚至像张璇 陈奇珍 这些都非常多 对 记得学年轻的 否则人家有我们老了 想当歌手不太容易 但是近的KTV 人人都可以是K歌之王 两岸以歌会友碰撞出 时尚的火花 大家纠棚好好聚会 欢唱去吧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继续打绿 谢谢